一開始我鎖定的仲介 希望他們同時擁有管理公司的經驗 會有說中文的能力 我發現了Joelife 日本的房客其實不喜歡直接跟房東溝通 透過Joelife的專業經驗 我可以感到非常的放心 他們不僅有十年管理的經驗 加上溝通沒有障礙 因為社長會說中文 對我海外的投資來說 其實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一開始我就是鎖定日本的租客 而且他們也比較愛乾淨 他們也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房客 所以我不要那種觀光客 或者是短期的租約 短期的租約對我來說一點都沒有保障 我需要長期的投資 所以我需要在地日本思維的管理公司 來看待這個投資 跟Joelife諮詢的過程當中 他跟我講了很多法令上的小細節 像是房東不能隨便的漲價以及把房客趕走 房客也不能隨意的離開 那這個法令是相當透明的 而且日本人是一個很守規矩的民族 這一點讓我比較安心 Joelife特別提到奧運這個題材 那這個利多其實很多仲介 他會特別的炒作 我自己買了房子之後 其實我不會受到奧運的影響 因為一時的漲幅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也不會因為這段時間 漲了一點點我就把房子賣掉 其實我們還是要看長遠的投資 他們的投資概念是跟我的想法相同的 我是髮型設計總監 我喜歡到處學習跟到處旅行 所以我很需要的是穩定的投資 經過Joelife的規劃 我可以跟銀行貸款20年 同時還可以節稅 那我付了一筆頭期款之後 接下來的房租都可以cover掉我所有的貸款 並且還有點小小的盈餘 我覺得我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 可以好好規劃我將來的學習 這一點我覺得很值得